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戰車式介紹 上一集我們講到到底誰才有最強的戰車 結論就是 你們可以先來點過去看一下 簡單來說 現實不是比照口徑頓位越大越好 我個人覺得如果是在競技場上 讓兩台坦克面對面然後有哨音說比賽開始 那當然德國後期的巨大精品獲勝率極高 但歷史證明現實沒人會這樣玩 我們今天特別挑選被公認最不堪用的載具之一 德國的巷士重驅逐戰車 之前的東線戰場影片有稍微提到這載具 紙上彈兵很好看 但耐用度評價極差 不過他也不完全是廢鐵 如果天時地地人和的話 也是能發揮所長的 說到巷士的低評價 就一定要提到他的起源 巷士大部分是德軍所稱的Fredinand 計畫發起自1940年代對於重戰車的需求 因為當時德國儘管有精良的三號戰車 但在對上量級不同的法國Char B-1戰車還是很辛苦的 德國想盡辦法創造新的坦克殺手 最終目的是要將最好的反戰車88毫米大砲安裝在載具上 寶石傑與Hampshire兩間公司交出底盤的生產寶座 兩間公司先後接生產代號VK3001 順帶一提 中間的30代表的是30頓重 和較重的VK4501底盤 在1940年4月20號 原首的生日宴會上展演 最終是Hampshire公司的底盤德標 之後成為了著名的虎視系列 寶石傑沒被重用的很大原因是在戰車製造方面 他們很愛創新和搞特立獨行 嘗試很多新素材將他們都塞進車殼裡 其中新設計像是電力驅動的引擎 雖然法國一戰早已做過 這類非傳統柴油驅動引擎在之後延伸出很多問題 但是他們很high 堅信元首會洗翻 自己已經默默建了100輛雛形 所以之後這些寶石傑車體 其中90部成功轉型成了Panzer Jagger 驅逐戰車 加裝了比虎視還要猛的大砲 雖然機是88mm的口徑 但是像是The Pack 43版本的砲管更長 所以出速更快 同時也可以發射更大的砲彈 這反坦克砲在34號戰車組裝成的應用車體上 有良好的擊殺紀錄 在兩公里以外幾乎可以屌打所有盟軍的坦克 Pak 43加上寶哥的車體的飛滴男號就此誕生 然後也就開始走人下坡 而也只能走下坡 這載具使用的砲具大到要兩個填彈手 頂樓夾蓋外加正面裝甲就有200毫米 這樣的重量都讓剛前面提到的引擎和底盤吃不消 為了重新應付重量問題 他們將3號和4號戰車的引擎塞了兩組進去 剛前面說寶石傑很愛創新的油電混合 意思是這兩部引擎還得靠兩部發電人機才能驅動 你就能想像這組員在裡面有多擠了 這部載具由於後期設計轉向驅逐戰車 所以構造最前方是駕駛 中間是引擎 後面才是打跑的部分 底盤寶石傑是使用創新的中置懸掛系統 和以往戰車交叉的扭力感不同 現在桿子跑到了輪軸下方的位置 然後很容易就報銷 這些像寶寶不畏艱難 很快得在1943年5月就全速衝出了生產線 他們參與了東線戰場包含之前介紹的庫斯科坦克會戰 詳情詳知道那場戰役的始末也可以點過去看之前的影片 德國的攻擊一拖再拖 為了把新型的暴士和巷士搬上檯面 蘇聯趁著空檔安排了層層的雷驅和反坦克炮 巷士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像遊戲一樣被一堆步兵玩死 因為就算這載具能活著到前線 但他沒有任何機槍等自衛武器 如果你一衝太快 一沒了自己人步兵保護 很快的蘇聯反坦克小隊就會用反坦克步槍 試著打掉你的履帶 讓巷士癱瘓在戰場中 1943年的下半年度 德軍很難再發起大型反攻 在撤隊之餘 巷士還是被分發到各種突襲 反攻任務 儘管原廠由送維修素材到前線 但都不及壞損的速度 直到了年底 全部的巷士才被召回到奧地利原廠 然後1944年1月 很抱歉 盟軍登陸義大利了 驅逐戰車團又奉命南下馳援 14輛原先要出場的改裝巷士只能湊齊11輛 改裝的巷士也剛好是美軍擄獲的版本 現在有兩輛倖存放在博物館 他明顯前面有增加了MG34或42的機槍窗口為步兵服務 頂部外加一個車掌塔 不然之前他要用像剪刀的潛望鏡從車內窺看 某部分有外裝甲增強 特別是引擎的保護 因為引擎之前常被火炮炸毀或是單純雨水滴進來電子的部分就半條命去了 在義大利的崎嶇山地下這載具很難生存 小部分的巷士有真正和盟軍交戰然後被摧毀 大部分是在維修時遇到盟軍挺進就有棄手了 最後只剩兩輛被開回德國 總結像是斐迪南重驅逐戰車是一向失敗的計畫 有好的大炮 不好的車體 引擎一開始因為沒冷卻系統更會直接燒起來 積極做維護和更新 但搞到最後德國也輸了大局 原本要做虎視底盤的寶石街像是總共有90輛 而Hemption底盤總共生產了1300輛的虎衣 所以拿一個耐用又好生產簡單的數據 元首現在很得意喔 想知道更多有關歷史和電玩的結合資訊都歡迎訂閱電玩之夜 下一集想看這系列介紹哪一款戰車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別忘記可以開在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信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